立刻开书 投咱们开书之前呢 我有点事要托付您 您看呢 我发现呢 咱们书馆的老听户不少 还是有些听众啊 喜欢呢 在这听我墨粉 您看是这样 如果您啊 是这个西瓜视频和头条的这个用户的话 您就给我呀 长按个赞 长按点赞 对我很有帮助 百家呢 您就一键三连 那时候B站呢 还希望您呢 这个点赞投币 当然这个投币也不让您投钱 您要是B站的用户啊 您就能明白 总之呢 您大力的支持一下 这样学徒我呀 就更有动力了 得嘞 咱们废话不多说 是赶紧入正文 上完书咱们正说到 1718年的3月 那年如果按大清律来算啊 应该是57年 康熙的57年 康熙皇帝最后还是下定决心 要出兵西藏 驱准宝藏 怎么着呀 也得把这个大侧陵敦多部 从西藏轰出去 那么是指发遗少人马吗 当然不是 首先啊 这都统侧棱 带着2000人啊 进驻了青海 那华儿的意思 是给侧棱2000人 让他直接就跑到拉萨去 和这个大侧陵去应科吗 当然不是 他是让这个侧棱啊 先到这个青海去召集 这青海的和射特部 诸王公会盟 让他呀 找到青海的总管亲王 罗伯藏丹增 让这罗伯藏丹增啊 召集会盟 然后联合和射特蒙古啊 在攻打准加尔蒙古 这还不算 又派出了一支中路兵 中路兵啊 是由这个西安将军 俄伦特率领 4000人 派他速速进入到这个青海 去支援侧棱 坏就坏在啊 这西安将军兵贵神速 很快呀 带领着自己的4000人 就来到了青海 这侧棱一看 呦 这援军这么快就到了 我干嘛还跟这蒙古王公商量啊 他们都是一磨子 万一要是走了的消息 岂不是耽误了我的大事 干脆这点战功啊 哎 我一人得着吧 于是都统侧棱和西安将军 俄伦特 这两人一商量啊 决定带兵入藏 走哪啊 走现在的青藏线呗 大概啊 和您现在坐火车的线路差不多 翻过唐古拉山口是直奔 卡拉乌苏 哎 他们这一下子可小看人家大侧灵了 这大侧灵敦多步啊 那可是和俄国老毛子开过仗 打过交代的将军 这清军的动向啊 他侦察的一清二楚 早就在这个卡拉乌苏这块地方啊 给清军呢 设置了一个巨大的包围圈 结果两员主将丧命 五千精兵是活活饿死在青藏高原 这清军第一次对魏赃地区的战争啊 竟然是以全军覆没告终 哎 这康熙皇帝想降罪啊 也找不着人了 主帅都饿死了 被打疼了以后啊 那自然就得重视 康熙皇帝二子发兵 哎 这选帅方家可就谨慎了 选谁呢 他决定啊 在众皇子当中 选出一位精明能干的来 册封成大将军王 您也知道啊 这康熙皇帝儿子太多了 扒了来扒了去 他终于选定了一个合适的人选 谁呀 十四爷 被子印提 我想啊 这个爱看清空戏的人都不陌生 就是这个四爷 看着这个大将军王的印信呢 甘着急拿不到手 在家苦练剑法 后来乌四道 一语点破迷津的故事 老乌啊 让这个四爷 争亡不如争后勤 这才有的 这庸王爷宝举十四辈子 那精彩的几个回目 那真实的情况是这样吗 哎 我想啊 可能不是 这老皇帝康熙也自然是有他的用意 这一下子呀 十四辈子 印提得到了重用 被册封为亲命抚远大将军 坐镇西宁 老皇上交代他 到了之后 一定要吸取教训 先联系蒙古中王宫 这和以一质疑是一个意思 这蒙古人呢 是满人的哥们儿 哎 说多了就没意思了 没过多长时间 这清廷啊 又调了一位 和说特部的大头人 到了这个青海驻镇 谁呀 俄复阿宝 您别看这阿宝啊 他也是和说特部 这个和说特部啊 和这个青海和说特部啊 远了去了 在哪啊 在这个阿拉善 巴里昆附近 皇上的意思很明显 给你们调起本家帮忙 可是这本家明显是皇上的人 等到这大将军王十四爷印提 和这个俄复阿宝 召集来和说特部 这些王公一开会啊 发现这群人呢 对他们的态度是极为冷淡 那十四爷是皇子出身 一看这些人 对自己如此之大不敬 那当然就烦了 他就问这个俄复阿宝 这些和说特部 你这些老乡亲们 到底怎么回事啊 阿宝说是这样 您哪不太知道 这青海的和说特部啊 和准个二人的关系太密切了 您知道这儿 又一亲王和说丹京的弟弟 根特尔的媳妇是谁啊 十四爷说不知道是谁啊 是嘎尔丹的长女 那十四爷说 这皇上不是说了吗 这嘎尔丹的所有亲属 都要押送至京 为什么没把这两口子 押送北京啊 嗨 这事您是不知道 这皇上说了 结了婚了的 就算了 并且当初啊 咱们指这帮人 所以呢 皇上就没深究 青海的和说特部王公 基本上和准个二韩国 都有殷亲关系 所以呢 他们后边啊 都有扶金 但这下儿呢 就不愿意跟咱们 大清朝经亲近 那么十四爷印迪啊 刚一到青海 就遇到了大麻烦 你想和人家商量事啊 人家不理你 这会儿啊 还是北京城的老皇上的 一道旨意 算是把十四爷 从这泥沼当中拉出来了 老皇上的旨意 什么意思 这老皇上在北京城里啊 早就算准了 这帮青海的和说特王公 得跟自己的儿子 大将军王印提啊 还是转腰子 这老皇上一道旨意啊 就打开了 这帮青海王公的心份 你们不是 给这六世达赖 苍阳家宿 找到了转世灵童吗 现在就藏在你们 青海的塔尔斯 苦于啊 没有正式的朝廷册封 现在这位六世达赖的 转世灵童 桑杰家宿的身份呢 很尴尬 真的六世达赖 原济了 假的六世达赖 关起来了 这转世灵童啊 没有中央政府的认证 既不能剃渡 也不能受戒 更别提什么坐床了 可是这位转世灵童啊 不但是西藏三大寺认头的 而且啊 还是整个青海王公都认可的 这康熙老皇帝啊 为了支持自己儿子 在青海前线的工作 一咬牙一闭眼 得了 丢人就丢人吧 一道旨意 就认可了这位 六世达赖的转世灵童 那这么纠结干嘛呀 首先说 真六世达赖 苍阳家宿 也得到过 康熙皇帝的册封 康熙皇帝啊 授予过印信 那假六世达赖 阿旺桑杰家宿呢 也受到过 康熙皇帝的册封 那如今又承认了 这位六世达赖的转世灵童 嘿嘿 那人常言呢 均无戏言 可是啊 在六世达赖 在这件事情上啊 这皇上说的话呀 那还不如放屁呢 不但招令西改 而且呀 还自食其言 得了 为了大局着眼呢 这皇上该丢人还是丢人吧 就承认了这六世达赖 格桑家措 可您听明白了吗 这皇上还给自个儿找脸 他非说呀 这个格桑家措是六世达赖 实际上 人家是按六世达赖 转世灵童 寻访出来的孩子 那明显就是七世达赖 只不过呀 大伙都碍于老皇上的面子 老皇上活的时候没人提 雍正活的时候也没人提 好在雍正爷呀 寿数不长 十三年就没了 后来这前 龙皇帝给证明说 这个格桑家措呀 就是七世达赖 这是后话 咱们暂且不提 这下好了 顺理成章了 什么顺理成章了 何说特部蒙古 朱王公派兵 和清军一起 进西藏顺理成章了 那说了半天是什么礼呢 护送六世达赖 回拉萨大昭斯坐床 这不是天大的理由吗 而且是你这个青海啊 何说特部王公正经 该干的事 说实话 即便这样的 还是没人愿意去 这印题一看呢 不行 我得抓个挑头的了 于是这印题 直接就来到了 蒙古亲王府 找到了青海亲王 罗伯藏丹增 连吓不带哄啊 这亲王罗伯藏丹增啊 还是不太乐意 僵持到最后啊 还得看这大将军王 印题有心路 一句话呀 就让这罗伯藏丹增上了沟 他有一搭无一搭的 和这个俄父阿宝说呀 说我临出京的时候啊 父皇曾经跟我说过 要在这个青海 众王宫当中 选出一位年轻有为 辈分高的 封他一个大亲王 这罗伯藏丹增说呀 少拿这话吓唬我 我现在就是亲王 还能高到哪去呀 这阿宝啊一唱一和的 和印题那聊天 说那这亲王和其他的亲王 有区别吗 这印题说你瞧 当然有区别了 你还不明白皇上这意思 皇上这意思就是说呀 就让这个亲王 做这个和朔特韩国的 新任大韩 看来以后咱们就省心了 这青海呀 西藏的所有事务 就都归这一位王爷管了 阿宝说呢 有消息选哪位亲王呢 这大将军说 没一定的那还不得论功行赏吗 您可别看后边引出来这些欲 前边抛的那个砖头才是最厉害的 刚才大将军王说了 哎 年轻的有威望的青海王公 这句话要搁平时说呀 那混了蛋了 那既然年轻的威望就强不到哪去 可是说也巧了 这罗伯藏三经啊 就是这么个人 按辈分说呀 他是故事寒的孙子 按年龄说 今年刚三十按爵位说呀 我是这青海的总管亲王 其他的那些头人呢 年纪都比我大 但是辈分跟爵位都不如我 皇上说的这个 年轻而有威望的人 那不就是我 罗伯藏三经吗 得嘞 就冲着这个寒位呀 还真得给这个康熙皇帝卖卖力气 那么说康熙皇帝说这话没有啊 不知道 没有吧 你即便有也没点对仗 为什么因为不到两年的功会 这康熙皇帝就驾崩了 总之 罗伯藏三经呢 从这些蒙古王宫那儿 费尽巴拉的 算是凑了六千人 和这个清军一起啊 入藏 护送达赖佛爷的准事 灵童回拉萨 大伙都知道 不是那么轻易能回去的 这会儿的拉萨呀 整个是韩国站着呢 人家大侧灵敦多巴 统领重兵 这会儿士气正高 前一阵子不是刚歼灭了五千清兵吗 这群和出特兵想了 这回真得硬着头皮和清军一起应望力功了 这会儿呢 这个严信带领着一万两千清军 也从后方赶来支援大将军王 这严信呢 不但带来了一万二千兵 还带来了一个喜心 什么喜心啊 这就是六世达赖 苍结家措的金印和金策 于是就在塔尔寺 这大将军王印提代表清政府 就册封了这位六世达赖 可这儿必定不是达赖佛爷的家呀 咱们一块儿整顿金马 保护着达赖佛爷 咱们就要回拉萨了 这帮子何说特不 蒙古王公说呀 咱们走吧 欢呼雀跃呀 大将军王说走 咱们走 你们走头了 这可是谁都没想到 您别看这清军有一万二千人 可是真正打仗了 就前面那六千蒙古兵 真遇到困在了之后 这清军上来增援 可是真正在前方第一线的 永远是这些何说特兵 那不管他行不行呢 不行 因为这大将军王印提说了 为了保证这帮何说特不 亲王家俊的安全呢 让这些家俊都随这个中军大营行走 您听了吗 那是行走吗 那是人质啊 这一下子就激化了清军跟何说特兵的矛盾 这罗布藏男僧很难受 他心话说 印提印提 你不递得我 我费尽巴拉 给你凑来了蒙古士兵 你怎么能让我的人跑到军前去当炮灰呢 万幸中的万幸 这仗啊 不难打 清军几路出击 再加上蒙古何说特不得配合 大策灵敦多布支持不住了 带领了自己两千余众 从后藏逃回的新疆 准够二韩国南征西藏这事啊 凶告失败 康熙58年 9月15日 六世达赖苍结加塑 在拉萨布达拉宫正式坐床 拜武士班禅 罗桑依稀为师 受沙弥戒 就在这个盛大的典礼上 这清朝人呐 又在亲王罗布藏丹僧的心坎上挖了一刀 还别说这些猛脏大喇嘛了 清宫宴上啊 这罗布藏丹僧挺大个儿一亲王 竟然排在啊 满汉将领之后 就连这俄夫阿宝都在他前头坐着 年纪轻轻的这位亲王啊 心里这份憋气就别提了 要不是有新和书的韩国 这个王位这勾着他呀 他早拍拍屁股走人了 那既然胜利了 现在呀就剩下清算了 哎清算谁 得清算这些呀 所谓的藏监 救和呀 这全国人民都骂这个王精卫呀 是一个意思 那谁是当时西藏的汪精卫呢 就是这藏区最后一人第八 老学旧式的一位人物 叫做拉杰绕丹 这拉杰绕丹呢 明着面 依附于当时啊 这准改二韩国的侵略者 没办法呢 完全是趋于在 这个大侧陵 东八部的淫威之下 可是这老头啊 在这个六式达赖 灵统选定上 暗暗的支持了三大四 实际上啊 这六式达赖 能够最终上被坐床 这老头在背后 出了不少的力 可这会儿清军说 不行 你呀 就是藏监 就要把你弄死 这帮的蒙古的 和出特王公 加上亲王 卢巴藏官僧 一起求情 结果这老头啊 还是被弄死了 青海的重王公 以及卢巴藏官僧 都是这么想 这一下子失了面子 清朝人是一点面也不给 现在呀 能够顺利的拿到 新和出特韩国韩位 这已经成了 这个卢巴藏南京啊 心里边唯一的一个执念了 可是这事情 完全不像他想象的方向发展 康熙死了 雍正来了 可是封他为大韩的这个信啊 吃吃味道 那等着吧 等着吧 1721年 这清朝啊 下令废除了 甘丹破障的第八政府系统 也就是说 这第八制啊 没了 嘎伦制来了 不是封一个嘎伦 是封三个嘎伦 后来是六个嘎伦 以后啊 这西藏有什么事啊 这六嘎伦 和仲家活佛商量着来 呀 那这意思是 不打算成立新的 何说到韩国了 那没有韩国 哪里的大韩呢 罗巴藏南京回到了青海 回到青海之后啊 又更生气了 原来这青海啊 就只有他一个管事亲王 这回可倒好 这大清朝在青海一拉六 连亲王 戴郡王 册封了好几个 这可真正是压垮着 罗巴藏三经 最后一根稻草 试看整个草原 出人出力 帮你们打拉萨的 只有我一个人 好 你们不设这 和书特王了 那我还回青海 做我的青海之主呗 你们一下子 也给我弄出来 这么一的堆王爷 实在是忍不了 干脆呀 反他娘的 这才有了下一集 精彩回幕 大将军年更 要挂帅出征 才要平定 萝卜藏三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